缅甸空军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购置了六架中国生产的山鹰战机,这款最初设计为教练机的战机,在一系列改进后,被转变成可用于战斗的飞机,然而,最近两次的作战中,缅甸空军损失了两架山鹰战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实力,是山鹰战机本身存在问题,还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其他因素,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闻史,欢迎订阅观看。 山鹰战机最初作为教练机设计,后来经过改进,成为一种适用于轻型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的战斗机。 由于其较为简单的设计和相对低廉的价格,山鹰战机成为了一些国家空军的选择,特别是那些预算有限的国家,缅甸空军在2022年11月份购买了六架山鹰战机,每架大约850万美元,这才用了一年多点,就已经损失了两架山鹰战机。 缅甸空军在最近几个月的缅北冲突之中,大放一彩,多次派出空军,轰炸三家联军和各方势力,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如果没有空军参战,缅甸的战力完全不值一提。 当然,缅甸空军还有16架骁龙战机是从中国乘飞购买。 在缅北地区的冲突中,骁龙战机出战的机会较少,大部分是山鹰战机在出动,因为几乎都是对地轰炸,所以山鹰战机更适合出战。 缅甸购置了这款战机的原因,主要是其价格相对较低,对于财政状况相对较弱的缅甸而言,这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选择。 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山鹰战机是否能够胜任缅甸空军的需求,却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缅甸空军的困境,第一是经费限制,缅甸的经济相对有限,对于高价值的精确制导导弹等现代化武器系统的购置能力有限。 这使得缅甸空军难以发挥山鹰战机的最大潜力,尤其是在对地攻击任务中,第二缺乏精确打击能力。 缅甸的军备水平相对之后,缺乏能够精确打击目标的武器系统,山鹰战机虽然具备战斗能力,但缅甸难以提供其所需的现代化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 使得山鹰战机的实际作战效果受到限制。 第三,低空轰炸策略。缅甸在对地攻击任务中采用了低空轰炸的策略,使得山鹰战机更容易受到敌方防空火力的威胁,低空轰炸容易暴露战机位置。 增加了被敌方地面防空火力命中的概率,对两次失利事件的分析,第一对抗科伦军事件,在对抗科伦军的事件中,缅甸空军派遣山鹰战机进行对抗,然而,由于缅甸空军缺乏先进的分析, 在对抗科伦军的精确打击武器,战机只能使用普通炸弹进行轰炸,在击空轰炸的作战模式下,山鹰战机更容易成为地面防空火力的目标,导致一架山鹰战机被击落。 第二面对克勤独立军事件,在面对克勤独立军的事件中,缅甸再次派出山鹰战机,然而,由于采用相似的低空轰炸策略,再加上敌方可能使用坚扛式导弹等较为先进的武器系统,导致另一架山鹰战机被击毁,两名飞行员阵亡,所以缅甸接连失去两架山鹰,真的怪不到中方武器的身上。 在海外战场上,任何武器的使用都要符合它本身的设计理念,像这种低空轰炸,根本就不适合山鹰,就算你拿中国最先进舰20战机进行这样,估计也得被敌军干下来。 当然了,这也不能怪缅甸不会使用,主要是,他们拿不出精确制导的导弹,可以用于轰炸,中方斡旋协助缅北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日前, 中方斡旋成功促成了缅北武装组织和缅甸政府达成正式停火协议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据悉,中方积极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地区优势,为缅北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会谈地点在昆明,体现了我国在东亚和南亚的关系,以及和东盟之间关系方面具有国家级层次的影响力,中方对缅北武装组织的影响力凸显缅缅北武装组织一直是我国在缅甸地区的重要力量。 尤其是国感同盟军,从彭家升到他的儿子彭德仁,我国对其一直给予支持,并视其为海外遗孤,然而,缅北武装组织的存在也对我国构成一定的利弊,中方在处理与其关系时,一向采取冷静和客观的手法,尤其是此次成功斡旋缅缅北武装组织和缅甸政府达成停火协议,更彰显了我们对缅北地区的影响力,缅北武装组织存在的牵制作用,中方在缅北地区的影响力, 对缅甸政府来说形成了一种牵制,缅北武装组织一直在该地区活跃,而中方对其的影响力则是缅甸政府难以忽视的重要因素。 由此,中方与缅甸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多的交集和互动,使得双方能够更好地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矛盾和问题,缅北武装组织被缅甸政府剿灭实际上,缅北武装组织早已被缅甸的中央政府给剿灭了,缅甸政府想与缅北的这些民间武装和平相处,但在离开中国的情况下,它现在的能力和影响力也很难做到, 此次中方促成的停火协议,为缅北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此次中方成功斡旋缅北武装组织和缅甸政府达成停火协议, 体现了我国在地区和平稳定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与缅甸之间的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缅甸与中国战略布局缅甸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也愈发紧密, 中国的战略布局在缅甸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能够保障自身的利益,也能够为缅甸带去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而最近关于缅甸和中国的一些消息,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缅漂港协议的签署,缅漂港作为一个深水港,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而最近,中国和缅甸政府终于将缅漂港后续的协议签署完毕,这意味着中国在印度洋东岸有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同时也打破了美国企图破坏中国在印度洋地区能源和贸易线的势头,深入合作的意义,除了缅漂港协议外, 中国和缅甸政府还有很多其他的战略合作,从经济到政治再到军事,两国的关系愈发紧密, 这对于缅甸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通过深入合作,中国可以帮助缅甸加快发展速度,同时也能够为中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地缘政治位置的重要性缴漂港位于印度洋东岸,正面对于印度,印度在周边设立了很多的军事基地, 中国在这里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布局也变得格外重要,通过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中国可以在印度洋地区对印度的霸权势力进行有效的遏制, 同时也为中国在这里的军事和安全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最后,中国和缅甸的合作关系是多方受益的,它不仅能够保障中国的能源和贸易安全,也能够为缅甸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通过深入合作,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密切,这对于两国的长期发展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2023年,果敢同盟军高举青角电炸旗号,实则是对四大家族复仇, 违法的暴力行业使人心黑暗面在世界上的巨像投影,随着彭家生的倒台,果敢地区的混乱令恶之花再次绽放。 不过,杨茂良在果敢也没长久,因为他的家族把毒品生意做到了中国境内。 这无疑引来了雷霆怒火,杨茂良的亲信很快在中国境内被捕,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 瓦邦势力、缅甸政府等相继与其划清界限,眼看叛徒杨茂良失去支持, 彭家生立刻打回果敢,但此时的果敢,早已被缅甸政府渗透, 彭家生的这次回归注定不会像上次那般辉煌,他的下台已然注定, 此时,彭家生再次成为果敢王,却无力阻止缅甸政府势力的渗透, 而未来我们口中的四大家族也即将登场,而彭家生手下的四名心腹, 随着其一起打天下的人,看着逐渐老去,身体和名望上都一年不如一年的彭家生, 也纷纷开始生出一心,再加上缅甸政府的不断挑唆, 他们的背叛几乎已成定势,不错,彭家生的这四个心腹手下, 就是日后四大家族的雏形,其分别是彭家生军事上的左膀右臂,白左成, 魏超人,财政部长刘国喜,以及果敢县副县长明学昌, 当然,还有果敢老街的首富, 刘阿宝的家族也加入进来,四大家族实则有五个, 不过网络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四大家族的称呼, 而背叛彭家生的心腹的确是有四名, 但参与电炸,残害中国人的混账东西, 也逃不了这个叫刘阿宝的, 2009年,缅甸政府宣称,彭家生私自打造军火, 并以此为由头开战,当然这只是一个宣战的借口, 和举办军事演习,走丢一名士兵, 有一曲同工之位,面对缅甸政府军的来势汹汹, 彭家生一边迎战,一边鼓舞内部士气, 此时的他还不清楚,自己心腹手下已经叛变, 还通信给白索成等人,邀请他们携手抵抗, 对此,你怎么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谢谢大家